我非常熱心 因為不然我們自己要填表河的話 其實很多問題弄不清楚 對啊 所以由他們這邊的志工來 跟我們指導說怎麼填 那我們就會比較快 來自北越河內的陳春信 在工作求學之餘 在雲林的移民署 擔任通譯志工的工作 除了翻譯 還幫助許多在台的家鄉姐妹 處理資料上不懂的地方 其實有人來 他都會主動的 就是問別人有什麼問題 然後也會幫忙貼切表格 在同事眼中陳春信相當熱心 不管對同事還是對洽工民眾 都非常的親切 尤其他的學歷 更讓同事掛目相看 外地人來台灣蠻辛苦的 他讀到博士真的還蠻強的 對 40歲的陳春信 10年前到台灣求學 讀的是法律研究所 順利取得碩士之後 看見許多的同鄉姐妹在台灣工作 生活上都需要法律諮詢 也讓他決定投入這塊領域 並讓他決定繼續留在台灣 攻讀博士學位 人如果能夠想要幫助別人 那你要學習 你要懂 你先學到東西能夠幫助別人 那是我的想法 陳春信說中文很難學 學習的過程對他來說非常辛苦 很複雜 因為覺得辛苦好辛苦 但是很開心 雖然辛苦 但是他很開心 感謝身邊的同學 老師一路上的幫忙 讓他可以順利的繼續求學 台灣人讓我覺得 就像家人一樣 10年的台灣生活 陳春信覺得台灣人帶給他 一種溫暖的感覺 像是家人一樣 即便自己一個人在台灣打拼 並不會感覺到孤單 現在他在法律和生物之間 學有所成 在台灣求學的生活 為自己的人生增加許多歷練 因為身邊的朋友老師跟所有人 在我生活的每一刻 那我當然我把台灣就是 我想成台灣就是我在一樣